国产卡车挑战印尼网红坡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卡车在国外的风采 欢迎来到今天的爬坡挑战赛 这是位于印度尼西亚老六国度的一处一路行坡 从这里路过的车辆绝对不敢向走其他路那样超带 因为这个坡可不是一般的坡 上不来那就真是上不来 可没人能带这个坡当托主 顶多就是吃瓜老六帮忙塞下屎肉 领面驶来的是一辆解放牌牵引车 拉着一台老实的吊车 大家看看他有没有超带 能不能上得来 我还等着他溜坡呢 结果打脸了 很轻松就上去了 这得益于中国卡车优越的爬坡性能 即使是超在上坡 也能稳如泰山轻松拿捏 下面来了一辆三菱胡档牵引车 和上一辆解放应该是同一个车队的 也是拉着一台大型设备 估计重量差不多 看看他能不能上得来 可谓是两大品牌同台竞技 没有广告直弱 没有导演 百分百实战比赛 这才是爬坡挑战赛 这次三菱表现还不错 成功上坡 这种场面可不多见 让我们看看下一位挑战选手 负责指挥的老六 向上游汽车发出信号 表示下游车辆要爬坡了 上游的哥们请静静观看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弯道处汇车 在弯道处汇车即发生流波寡蹭 甚至车回猿王 负责指挥的老六也不是闲的蛋疼 而是有小费可以拿的 毕竟像这种牵引车和大型货车 从这里上拖 没人指挥交通的话 会产生很多麻烦 因此当地政府也是默许这种做法 即使是政府的车从这里通过 也会给出小费 这辆中国重器好握 也是轻轻松松就上去了 今天的挑战选手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 要都这么看我这个比赛举办的可就没意思了 这时我们看到一辆福田欧曼准备下坡了 停在一旁让刹车偏向温 一切就绪后开始就一口气下坡 可以看到这个坡的坡度很大 上坡南下坡也不是那么容易 这次拉的货骨看上去还真不少 让我们看看这辆中国卡车能不能挑战成功呢 打着双山小心翼翼的往下挪 不敢有丝毫懈怠 一步留神可就要坐过山车了 这时轨弯的角度是最大的 货箱已经开始倾斜了 由于后轮没有转向功能 后轮已经在重心转移的作用下离定了 这个情况是相当的危险 司机稍有操作不当就会侧翻 真是有惊无险 这个坡要是在小点 这种长车可就过不去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